讓,讓筆畫好多 這個圓的點拉長,讓這個圓部看起來比較長一點 那口還是要收緊 然後這邊筆畫很多 唉呦,這個還蠻大的 筆畫很多,所以在寫的時候 可能會略帶輕巧的 免得塞不進去 一個,兩個,然後三個 好,就是說 筆畫很近,可是還有搭住的感覺 這裡是鈍的 敲上去的 撇過來的 然後小小一個鈉,這個鈉到底不是很大 那,讓 果,它這個果寫的有點饅頭狀 比較少見 然後它的果,筆畫 黏住了 這邊,太長 其實這邊太長黏住了 沒關係 血就不用怕 跟它一樣 黏住就黏住 它這個地方感覺是像 先點這個 然後再順手下來感覺 然後再接這樣 感覺是這樣子接的 有的筆順是 有的筆順是 先中間 帶起來 吸吸收收,聽住 然後就比較粗 往左邊 抹上去以後 這邊 這邊,右邊這邊比較長 然後它挑比較平 然後再把這兩個橫畫偏上一點 然後下面留個角的感覺 就不要太拉下來 油 魚 滑上去 然後撇過來 然後滑過來 它這個撇非常長 不知道為什麼 臨時 寫了一個 這麼長 這個地方 又差距 粗細差距又很大 就等於說 它在用筆毛的彈性的時候 其實用的 非常的靈活 要吸 要粗 有點 隨差所欲 隨心所欲 那我們就要學它這種技巧 魚 頭 這邊要縮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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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緊的目的其實是 待會兒 這邊的時候要塞東西進去 這裡不要太斜進去 因為裡面還要塞字 那字 往上 滑動 逆回來 挑上去 再 點這一點 桃 糖 這個點 都很飽滿 比我們想像中 飽滿多了 然後這裡帶過來以後 用力其筆 撇出去 然後它這裡也是 非常的渾厚 就是粗細長 其實橫細 直化做得非常的 粗狀 比我們想像中 還粗狀 這裡是比較方摺 不要筆 不用拿起來 可以直接讓摺過來 所以它這裡形成一個缺口 掉 摺 滅回來 滑過去 彈性及弧度 這裡就是上來以後 流動及滑動 明 這裡寫得非常緊湊 而且 密度非常的高 古代裡面這裡是有穿出去的 這個寫得很蓬鬆 粗粗細細的 古代還有一個點裝飾用的 滑 很 很粗的一個筆畫 然後這裡就滑動的筆畫 然後這裡就滑動的筆畫 然後 其筆 很胖滑動到後面 停住了 不勾 不勾 逆 寬扁的 皮 這是一個點 壓住 最 橫 直畫 出 橫 畫 細 上去 再滑下來 然後向 中間 其中 橫畫又細 然後直畫有 斜的感覺 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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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上去以後 再滑下來 然後再來 後面 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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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